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最可愛的YouTuber薛宇彥 今天要帶給大家的影片是 本能的推薦點法西泳貓篇 今天就跟著薛宇起來了解一下吧 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薛宇的頻道 也不妨動動你的小手 訂閱一下唷 1.跳跳貓 跳跳貓與其他炮灰的優勢在於他是必定復活 讓跳跳快速不戰線是最重要的 所以本能最優先點的是移動速度上升 體力反而不是那麼必須 即使點了還是很少 並且KB高達3還是容易被擊退 攻擊力跟耐性則是第二優先順序 2.雪花貓 進而減少是最優先點的本能 第二順位是基本攻擊 然後重點 擊退不要點 擊退有可能讓其他角色打空 吃個蠻雷的能力要特別注意 3.窈窕嘉然貓 時間衝活是最優先點的本能 讓眉魔有時間衝活 可以說是大大增強的強度 可以在場上待更久 堆疊性更高 第二順位則是基本攻擊跟體力 新手不推薦點獨居無效 前期你也遇不到有獨擊的敵人 當真正遇到火雞或者不死燕子 再點就好 4.猪羅貓 暴擊機率必點 最優先級別的就是他 別小看這5% 這5%給堆疊容易的猪羅會特別的強 接著第二優先的會是生產價格減少 變成375元的猪羅 對錢包的負擔超小 接著才是基本攻擊 基本上有了暴擊機率 跟色彈價格減少的猪羅 對付鋼鐵敵人就已經超強了 剩下的本能就看著點吧 5.極限都是貓 最優先級別是體力 環速無效只有針對紅獅一獸 其他的沒有很必須 如果打紅色沒有太大壓力就不用點本能 6.貓克 史派羅 最優先的是波動無效 可以針對紅色無尾熊 接著第二優先的是死前存活 不過海盜的出場空間真的少 除非你打不贏紅色無尾熊 要不然就別點了 7.五優為我們貓 最優先... 我還真的不知道哪個本能最優先 只能在私心偷點錢 前期不用換NP 後期等級高 再點8 8.法師貓 對天使追加是最優先級別的 增加對天使的法師 在對付近距離的天使敵人時 例如猩猩或者熊窩都很強 第二優先是死前存活 這樣就不會有疊好被秒殺的問題了 基本上法師的本能 除了體力提升以外 都可以點 環速強化跟降攻也是很強的 9.一石貓 本能建議不要點 對古蛋沒有效 射程段只能打西喔 建議把NP撐下來 10.魔物通靈貓 基本上也不用點 魔物只有在前期打漩窩有用 雖然本能的波動可以空一排 但後期多數時候對上漂浮敵人 會交給法師 也可以把NP省著 11.美魔女貓 也可以不用點本能 雖然有強化跟對付死 但實際上基本沒什麼人會用 也是把NP省著吧 12.射手做貓 也可以不用點 花費高 只有單體攻擊 點了本能還是一樣弱 建議是把NP省著 13.雙焰魔物見識貓 本能最優先點對天使屬性 在某些場合 可以快速消耗天使敵人的血量 再來是弓體 不過出漲的場合也並不多 建議也可以把NP省著 14.神槍手貓 本能最優先的是對古代增加 前期如果卡古噴或者古漩窩 你就可以點這個本能 但通過這兩個之後 就用不到神槍手了 你可以選擇花50NP來通關 或者把NP省著 牛仔的其他本能可以不用點 15.貓咪特技團 本能也可以不用點 雖然會發射烈波很猛 可以玩弄天使渡兵 但我認為 那比較偏向特殊用法 所以高效的本能 也可以不用去點的 16.機械人貓 本能最優先的是攻擊無效 攻擊無效 觸發後可以爭取很多時間 不過機器人貓 也是不太需要點本能的角色 對黑色 比如諾諾 小暴龍 炸彈 在私信關卡中 對黑色都比較強 可以把NP省著 17.拉面王貓 本能最優先的是體力 經由1KB的神角 體力點滿肯定是最重要的 接著是攻擊 雖然有時候攻擊打燕子跟天使狗 傷害太高 或也沒有辦法讓康康等等的尾刀 但攻擊還是十分重要的 不管去磨大型敵人 或者去打小怪都很有用 其他耐性就接著點 基本上是所有本能都推薦點 18.攝影師貓 本能最優先的是死前存活強化 強化後變成必定超強 肉盾輸出兩者兼具 再來是攻擊 量產的輸出角色點攻擊特別重要 尤其是攝影的輸出能力沒有本能 真的偏低 建議是點滿 第三才會是暴擊跟體力 暴擊讓輸出更高 還可以打鋼鐵 體力讓生存能力變得更高 基本上攝影師也是建議全點的 19.超能力喵莫霞 本能最優先點的是不死 對不死可以增加出場空間 第二優先會是降攻 可以大大降低對方的威脅性 不過超能力也屬於出場率不高的角色 控場是不錯 但強度有限 建議是有卡類似不死漩渦之類的再點就好 20.貓咪大魔王 本能最優先的是波動無效 可以站在波動敵人後面 例如紅色無尾熊 進行降攻 讓坦攻更好生存 不過也屬於強度有限的角色 MP也可以先省著 21.復仇貓 不建議點本能 對一星也沒啥優勢 22.割草貓 也不建議點本能 對惡魔但沒有破盾 23.異國風情貓 本能最優先點的是對惡魔追加 雖然跟機械人同為攻擊無效 但使用度可以說是大多了 因為對惡魔是很難找到可以代替的角色 雖然同樣不穩定 但面都會渾身的信心 觸發後可以爭取很多時間 第二優先會是體力 體力高才有機會觸發攻擊無效 接著就...可以不用點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不知道這部影片是否有幫助到各位 如果有幫助到各位的話 也不妨分享給水美娃貓讚的朋友喔 喜歡的話也不要忘了給水瑞個大大的讚 下次也會有最困難的角色的介紹 用問題的話歡迎加入留言區提出 每週都會直播貓讚 不想錯過直播的朋友 也不妨開小鈴鐺喔 我是水魚 我們下次見 掰掰